收看6月17号台式新闻全球现场石头锦鱼 大头条带您关心苗栗县当地的疫情进展 在17号又再新增了31人确诊 那目前看起来人数还是集中在电子厂的传播链当中 其中更有30人 是因为之前他们在集中检疫所的外籍移工 目前是一人一室隔离 因此没有相关的公共场所足迹 那另外一例比较特殊 这起本土个案 他是一名清洁公司的员工 也是6月初以来 苗栗县第二起出现清洁公染疫的事件 另外在苗栗县消防局 还特地PO文表示 一人胡瓜捐赠了防护衣 防护面镜还有M95口罩 让第一线的防疫人员都可以安心出勤 苗栗县17号新增31例确诊个案 其中30例是与电子厂相关的外籍移工 分别是晶圆电子17例 脂肪科技12例 晶鼎电子1例 还有一例是本国籍 他居住在头份11名清洁公司员工 也是6月初以来 苗栗县第二例清洁公染疫的案例 他曾在15 16号两天早上7点到早餐店 买早餐期间都有戴口罩 目前苗栗总确诊人数是521例 而移工只有426例占82% 本国籍则是95例占18% 沉重的防疫工作都得靠第一线防疫人员 苗栗县消防局在脸书贴出照片 感谢主持一根胡瓜热心捐赠 防护衣200件 防护面镜200个N95口罩 500个给予充足备员 让第一线防疫人员 可以安心执行各项勤务 消防弟兄倍感窝心 以实际行动捐赠物资在疫情不安的高压下 而增添以实温暖 记得张欣杰没有历采访报导 在这两备 你们在找他们ere时